11月举行的区议会选举开始接受提名 各个政党都有派人参选 潘泳怡报导 11月22日的区议会选举是去年占领运动之后 第一次大型选举 星期五正式开始提名 去到今个月15日结束 在葵青区民主党有13个人参选 为社区国进 为香港国进 为香港国进 街工派6个人 在18区里面 葵青区是泛民最有机会拿到过半数议席 而超越建制派 移民建联就会派170个人 在18区竞逐议席 单在葵青区就有13个 工联会派6个人在东区出选 工联会理事长吴秋北到场支持 他说详细的参选名单要留回日后公布 新闻党一共派出42人竞逐 其中30个人是争取年任 自由党有3个人在东区报名参选 今次出战的一共有19个人 当中8个是竞逐连任 在冠塘区一向没有移植的公民党就派4个人出战 公民党一共派25个人参选区议会 比上一届的41个人少 工党就派12个人参选 其中两个人去到荃湾民政事务署报名 今年的18区区议会选举一共有431个议植 亚洲电视记者潘怡不道